大家好 我是學長 今天硬派90秒跟大家聊什麼呢 那就是手搖磨豆機和電動磨豆機的差異 那這也算是一個很多初學者都喜歡問的問題 畢竟磨豆機的投資還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很多人會擔心 如果我買了便宜的手搖磨豆機 它能不能取代電動磨豆機呢 品質會不會差很多呢 今天就讓學長來一一回答各位 首先學長還是要跟大家講一個顯而易見 但又很多人不願意接受的事實 那就是 無論是手搖磨豆機或是電動磨豆機 基本上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這是一個鐵的事實 當然在同等的加位帶上 還是會有CP值比較高的存在 但大家千萬不要妄想 小蝦米可以扳倒大鯨魚 貴一點還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是手搖磨豆機比之電動磨豆機便宜許多 原因在於是它畢竟少了一個大馬達 因此不用負荷馬達扭力帶來的一些問題 所以無論是體積啊 用料檢測方面 都省了非常非常多的成本 所以你可以可能用一半是更低的價錢 就買到品質類似的手搖磨豆機 但痛苦的地方就在於是 你要自己拼命守磨嘛 付出比較多勞力 但千萬也不要覺得馬達的價差有那麼大 好的設計和好的刀牌也是很貴的 所以動輒五六千甚至高達上萬的手搖磨豆機 也是比比皆是 它的品質就可以媲美高階的磨豆機 最後講一下結論 手搖磨豆機和電動磨豆機的最大差異 當然就是需不需要自己手動 但其實研磨的品質和手動與否 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聯 還是要看刀盤以及結構的精密度 因此如果你是個充足量不高的初學者 你確實可以用手磨來取代電動磨豆機 或者是你是一個喜歡高品質 但是你預算有限的玩家 你可以把錢省下來 買比較高階的手搖磨豆機 那品質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以上兩者呢 建議你還是買電動磨豆機 可以減少你很多研磨的時間和麻煩 雖然價錢高一點點 但畢竟省時省力還是很重要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90秒的內容 關於磨豆機其實有非常多東西可以跟大家聊 讓我們一點一點的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影片就到此結束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在下面留言 你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呢 也歡迎訂閱學長的頻道 好 謝謝音樂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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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